全球唯一的大熊貓三胞胎 今日九歲了 一班超級粉絲就幫她們辦了一個盛大的生日派對 馬東銘說說 最先出場的是大熊貓碎碎 她是這裡的明星天花板 懂得詐嬌、特別癡人 得到的偏愛自然亦最多 而且她很淡定 這麼多人看著她完全不怕醜 她就厲害了 坐著小火車吃生日蛋糕 小火車轉了一圈又一圈 只要有得吃就不怕頭暈 粟米、胡蘿蔔、竹筍 想吃些什麼自己動手就是了 弟弟酷酷是真漢子 不驅小節 來到姐姐萌萌家 就是另一種畫風 新搭建的蘆葦小屋 萌萌坐在裏面斯文乖巧 一口一口慢慢吃 吃完還會抹嘴 再拿另一樣東西來吃 但熊貓吃東西有個特點 不會吃得很勤青 而且基本很難看到牠們 站在裏吃東西 10到12個小時去吃東西 牠坐著吃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兩三口才吃完的食物 牠基本上都要坐下來吃 牠吃的大熊貓就是看起來 比較著急的 牠就是左手右手一起拿著 但是也是用一邊的手去吃東西 吃完之後再拿另外那個手的食物 再去吃 先左右左右很分明的一個規律 這樣牙齒磨損可以達到一致 大熊貓九歲了 相當於我們人類三十出頭 都應該考慮成家立室 牠們的中心大事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會 通盤考慮 我們還是好好幫牠們慶祝生日 好事次生日會 就請來一眾特別的嘉賓 三包胎兄弟姊妹 第一次帶小貓 牠覺得竹子好吃一點 牠拿著他們的東西吃 就覺得牠很聰明還是怎麼樣 聰明 牠們自己也覺得很驚喜 就是通過牠們的思維反饋出來 覺得也很驚訝的感覺 對 熊貓也有三包胎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八月二十號 這裡都會舉辦超級大熊貓節 遊客可以參加大熊貓科普節式互動遊戲 探討牠們的成長故事 還可以搭藍車在空中觀賞大熊貓 廣州電視記者馬東明不得